嗨,我今天又穿上了这件就是Other Stories的这个绿色衬衫 因为今天这是一个Other Stories的unboxing 其实我已经打开看过了 就当然收到就已经打开检查过了 现在就赶紧开始 首先就是有你的那个订单在里面 这里面装的是我买的一堆饰品 就我上次说了我去巴黎的Other Stories 就是想看饰品 但是巴黎那间店没有什么好看的款式 我觉得是我就在他们网上看看 好多好看的饰品 然后就下了一单 首先这是一个耳夹 我把它拿下来 这是一个怎么才能给你们看出来 这样子的耳夹 我带到耳朵上 你们能看懂吗 好像能看到吧 镜头上 其实我原来以为它是会给我一对 虽然这个带一对很贵 就肯定不可能带一对 但我以为那个价格是一对 但是是只有一个的 然后就还有一个戒指 这就是这个戒指 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圆 就这有一个尖尖的 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大 我买的是M号 它竟然是made in Korea 但是还蛮好看的 于是我就还买了一个同款的手镯 就是一个系列的 像这样的 一个手镯和一个戒指 是同一个系列的 这个手镯我买的也是这个ML 这个号 我现在要把我买的这些全都戴上 那最后一样饰品呢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底下有个长长的坠子 这是一个环 你可以自己调节 你想把这个环带到什么位置 突然发现这件衬衫 好像并不适合戴这条链子 就是它到下面会这样子锤在那 然后你可以调整这个环的位置 然后这一条的长度 你可以通过调整这一圈的大小来 找到那个你想要的位置 那就带满了我买的这些东西在身上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一堆 我觉得我简直是有病啊 为什么要买这一堆东西 但是反正就是一些消耗品 那就买吧 首先呢我买了两个蜡烛 就是我一直对它们蜡烛还蛮感兴趣的 但是在巴黎 我如果去巴黎背回来 我觉得有点重 那我买的首先是一个叫 完全不会读的一个 我会打在屏幕上 这个我完全不会读 我也不想尝试去读这个名字 它是一个这样盒子蜡烛 装在里面 这样子 后面有些 Bougie Parfumé就是 香薰蜡烛 然后And Other Stories 然后这款是完全的一个木质调 就很 就还蛮秋冬的一个味道 那下一个呢是这款 La Petite Fondin 是 小喷泉 应该是这么翻译的 它里面也是这样子 这个是完全白色的 这款就 我觉得闻起来比较刮果 刮果的那种味道 就是和刚才那个木质调 是完全不一样气质的一个 一个蜡烛 就是一个甜甜的 有点像小时候吃的那种 泡泡糖还是什么的那种味道 就是一个甜甜 稍微有一点点奶香味的那种感觉 但主要就是那个 刮果的气息 我整个包裹一打开就是这个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按理说是木质调那个比较浓郁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整个包裹都是这个蜡烛的那个 甜甜的味道 接下来就又买了一只手霜 我上次在巴黎不是已经买了三只 这只我是在它网站上看到 它的这个名字还有它的描述 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它是叫 Punk Bouquet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 我还没有打开这个口是封住的 我后续应该会再跟你们分享就是所有的这个Other Stories 我买的这四只手霜 哪个最好闻之类的 我还买了一个润唇膏 是荔枝口味的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看到这个荔枝口味 然后它的包装我觉得就很萌 然后就买了 就是像一只颜料一样 然后这个我就不拆开来了 剩下最后两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身体乳和一个磨砂 就都是同一个香味的 虽然我并不知道它好不好闻 我就是完全在网上 我就完全是在它官网上看包装 看它的那个描述 然后就决定要买这个来试一下 Arabesque wood Arabesque wood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也是木质调的香味 然后它网站上实在是太多选择了 我想说我买了四个手艘嘛 然后还有这一套 我用完之后就大概会知道 他们家的这些东西的香味 是走怎么样一个路线 就以后比较知道选择哪一段 好那这就是最后两样东西 好那这就是我在 Other stories的网站上 这次下的这一单 好那就这样 谢谢你来看 拜拜 我后续应该会 我后续应该会再跟你们分享 我买的 我后续应该会再跟你们分享 就是我买的 首先是一个叫 Coms 完全不会读 然后还有一个是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是这个 润唇膏 天哪 我还买了一个润唇膏 我不知道这是英语还是法语 Punk Buket Punk Buket Punk Buket 这个是 Punk Buk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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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现在法语和英语完全混乱了 Punk Buket Punk Buket